小時候我記得我媽媽 她一直跟我講說 真的 她19歲就開始保養皮膚 然後她差不多30幾歲的時候 她就是還是長得像18歲一樣 50幾歲 現在50幾歲 她還是很漂亮 但是她年輕 她是沒有保養到她的眼睛 然後她現在是老花顏 她晚上開車也一定要有眼鏡 然後比如說她看手機 她是沒辦法對角 她一直這樣找找找 才知道她在看什麼 看到這個我也嚇到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外景 然後外景一直都在太陽之下 紙外線很多 然後我一下班 我也是回到家打電動 也是眼光很多 一直盯著 對 賈士丁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日光是很嚴重的 我就問我醫生朋友說 有沒有一個是可以 我又可以用來保養我的眼睛 他說現在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 然後我覺得它滿特別 因為它裡面不只是有葉黃素 它裡面還有一個 全精量保養的養分 對 所以它前面 你看它上面就寫這個成分 什麼玻尿酸前驅物 對 是為了保護 為了幫助保持 還有 我有一個水汪汪的感覺 然後它中間 它中間就是有這個 蝦紅素 對 蝦紅素是可以維持一個青春的元素 然後 有易敏捷舒適 它裡面還有 黃青素可以粗粒 加三桑子 非常特別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有 葉黃素盡量有生 對 還有 柑橘類的黃桶 然後還有衛生素ACE 所以其實吃的時候我覺得 吃的時候是有個360度的保護嗎 全防衛 對 全防衛 然後就是會一直有這個水汪汪 就是水嫩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酷 然後它還有通過農藥 中筋素 檢測 素化劑 然後還有對衛生物的檢驗合格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很安心 滿安心的 因為很多檢驗都有 有合格 然後成分感覺又很齊全 對 沒錯 我覺得眼睛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曾經有一個雙明亮的眼睛 擺在我面前 我們都不懂得珍惜 直到失去才會後悔莫及 大家都是到了年紀一定的程度 開始覺得霧霧的時候 才想到眼睛很重要 可是這時候很來不及 過去大家都覺得眼睛的病變很多 是一些慢性病 像血壓 血糖 血脂肪 一些三高慢性病才會造成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都沒有這些慢性病 那什麼原因 大家會覺得 3C使用過多 可是在我們那邊有很多 阿光媽這一輩子都沒有在認真看電視 家裡不擺電視 沒有看手機 可是他們一樣 剛才賈斯丁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日光是很嚴重的 很多人覺得 我戴著帽子保護很好對不對 沒有用 因為現在有一個日光的狀況是 它水面的反射 我們很多漁民的部分 那水面的日光反射 是非常強的一個光線 那很多人說 我不去水邊總可以吧 那車子現在只在路邊 那種車子的仿射日光 也非常的強 所以大家對那種光線的破壞 其實除了我們的白內障以外 我們的視網膜也會跟著病變 黃斑部病變 這種的比例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的眼睛 所有的保養的部分是更不可少 眼睛的部分就像是一個 非常精密的一個相機的部分 那相機部分一個好的影像 從外到內都必須要有 那我們眼睛最外面的外層的部分 就像是我們的一個玻璃 最前面的鏡頭一樣 鏡頭只要卡著塵埃 卡著一些碎片 或者是太乾 其實那裡面進來的影像 一定不會好 那另外來講 我們的像水晶體 我們這個結狀機的部分 調節就像我們的相機的光圈 去調節進去的光線有多少 去對焦對得剛剛好 在我們的底片上面 那我們底片就像是 我們的視網膜 只有所有影像在視網膜會處理 最後的影像送到我們的大腦 那送到大腦的部分 就是視神經的作用了 就像這條傳輸鍵 我們影像就算再漂亮 如果傳到大腦 假設視神經病變了 狀況就不一樣了 最後影像還是不會好 所以前面所提到 像玻尿酸前驅物的部分 就是在鏡頭的表面的部分 保濕 我們的類液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水 所以玻尿酸前驅物的部分 保持足夠的濕潤度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的紅草萃取的霞紅素 以及另外三桑子黑樹粒 所萃取的花青素的部分 它其實是幫助我們的 光圈的一個調節 那除了素性生理機能以外 包含光線讓它進去的是適當的 那甚至 避免在暗出的時候 就突然就會覺得 無無一片 這種狀況 那金掌花萃取的葉黃素 最重要就是維持底片的品質 前面影像再好 底片不好也是不好 那維生素P的部分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柑橘類黃桶了 這是它另外一個稱呼 它那部分是維持 我們這個傳輸線的品質良好 不要前面都做得很好 最後一步卻壞掉了 那這些全部使用 大家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保健的概念不是說 我今天眼睛磨磨 快來一天補一下 這是沒有用的 一定是長期普遍的 日常規則的補充 不要等到身體出了問題的時候 才想說 夾吞兩顆 吃三顆 看有效嗎 這是沒有效果的